嗨 各位 欢迎回到节目小厨房 时隔4个月呢 我终于要来更新一期网购美食家的节目了 因为呢 我遇到了让我啃第一口就超级无敌经验的胡萝卜 还有吃完一碗就立刻觉得我能原地出摊的 即食米皮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我吃腻了一切即食鸥肉之后 发现的即食牛肉丸 这些食材呢 都是我吃完之后立刻回购一份 来拍这期节目分享给你们 可见它的好吃程度 而且除了分享它们本身呢 我还会分享很多搭配的吃法 保证让你变成花样吃不腻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第一款要来分享呢 就是 这个沙地胡萝卜 看到这儿呢 如果有人说 我不爱吃胡萝卜 千万别刷走 虽然它长得跟普通胡萝卜一个样 但真的 它不一样 第一次收到之后 把它削皮 洗净 啃一口 就真的发现非常的脆甜 而且它完全没有普通胡萝卜那种生味 我相信就算是平时不爱吃胡萝卜的人 让你忙吃它 你都会觉得它是一种水果 说不定会爱上这个胡萝卜 主要因为呢 它是在那个沙地种植嘛 再加上充足日晒和早晚温差造就了它的这个独特的甜味口感 比我之前买过的什么有机水果胡萝卜呀 什么紫胡萝卜那些都要甜 所以呢 我一般把它直接切条 然后配点牛果酱 就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小菜 因为这个胡萝卜它脆甜多汁的口感呢 所以它特别适合用来榨汁 分享一个巨简单食谱 就是一根胡萝卜加一个橙子 这样把它们切块洗净 放在榨汁机里面 再适量加一点点水 把它榨成这种细腻无渣的果汁 这一杯里边真的多多维C 多多纤维素 所以喝完以后呢 也有一定的饱腹感 而且它没有传统胡萝卜那种生味 所以格外的酸甜清新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胡萝卜爱好者 所以接下来呢 我来分享四道 有关胡萝卜的食谱 它们有非常清爽的凉拌菜 也有很好吃的小甜品 希望你能够给胡萝卜一个机会 重新爱上它 第一道要来分享呢 就是我家夏天经常做 这个凉拌胡萝卜丝 主要食材呢 就是用到这个胡萝卜 配菜呢 你可以选择鸡胸肉啊 木耳香菜这些 胡萝卜洗干净削皮之后呢 我会用这个擦丝板 把它擦成细丝 你要没有小工具的话 这块你就用刀切成丝 然后呢 把这个木耳也要切丝之后 下沸水焯一下断生 鸡胸肉呢 我就用了我之前分享过的 那个嫩煮鸡胸的方式 晾凉之后 把它撕成细丝 就可以准备拌菜了 先来一勺蒜油辣椒酱 喜欢辣味呢 就再多加一点辣椒面 然后一小撮白芝麻 多多的香菜 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酱油和醋来调味 点睛之笔 就是最后这热油一波 真的它能充分激发出 各种调料的香味 还让这个油激发出这个胡萝卜素 更多的营养 在好好搅拌混合均匀之后 这道两碗菜就完成了 真的想让你们立刻铺过来闻一闻 这道菜呢 可以自行多做一点 随时随地给这个餐桌加个小菜 第二道呢 是不需要沙拉酱调味的低卡土豆泥 我会把这个胡萝卜和土豆一起 削皮切块放进锅里头 用中火煮25分钟的全部软烂 另外呢 再起锅煮两枚12分钟全熟的鸡蛋 这个培根碎 我会用平底锅充分的煎熟之后 把它们煎上焦色 最后的配菜就是这黄瓜切片之后 再加一把盐沙水备用 那你看这个煮透的胡萝卜和土豆捞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用硅胶铲轻松地碾碎了 这样呢 土豆和胡萝卜的甜味就融合在一起了 口感的细腻程度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我们把这个蛋黄蛋清分开 蛋黄呢 跟土豆泥碾在一块 蛋清呢 切碎之后 再放入这个钻干水分的黄瓜片啊 再加上这个刚才煎熟的培根碎 一起放进这个土豆泥里面搅拌 混合均匀尝一尝咸淡就完成了 这样做土豆泥呢 它基本上就是靠这个食材的本味来调味 没有加入大量的沙拉酱 就节省了很多的热量 但它相当指数也不减分哦 做好之后呢 装和保存 尽量在三天之内吃完 最后两道用胡萝卜做的甜品呢 可以说是久违的迪卡烘焙系列 还记得我在2019年呢 分享过一个胡萝卜蛋糕 然后当时特别受欢迎 时至今日呢 我也非常喜欢吃这款迪卡的胡萝卜蛋糕 它做法实在是太简单了 推荐所有有搅拌机或者炸食机的朋友 一定一定要试试看 我们依次打碎胡萝卜一根 然后再放入燕麦片 鸡蛋 一根香蕉 泡打粉 和多多的肉桂粉 把它们打碎 搅拌 混合 这里呢我们要用额外的糖来调味 这个甜味完全来自于胡萝卜和香蕉本身 之后呢再放入一些坚果碎和一点酸奶 混合均匀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糊糊放进模具里头了 底上我喜欢再加一点椰子片装饰一下 这样填满磨瓶之后呢 放入烤箱中180度烤45分钟 取出来冷却之后呢 我会把它包好保鲜膜 送进冰箱里冷藏过夜 你看看这个扎实的胡萝卜蛋糕体啊 我们一起来切开看看 在切面上呢 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各种食材混合在一起 虽然说啊不如外边买的胡萝卜蛋糕油润 但是它味道非常朴实好吃 然后我会搭配希腊酸奶 来替代奶油 这样一份早餐配咖啡 真的每一口都非常的幸福 到这你要说呢 如果你之前已经试过了我分享的 胡萝卜蛋糕呢 那我们就把画面重新捣回 搅拌胡萝卜那一步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小麦粉 泡打粉和肉桂粉 混合之后呢 再放入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黄油 切成小块把它扔进去 用手的温度来边融化黄油 边融合这个面团 看到这儿相信你也看出来了 这不是司康吗 没错 胡萝卜司康也很好吃哟 拆着这个黄油慢慢的融化之后呢 面团就逐渐的能够捏成团了 再加一些坚果碎和可可豆 摁进这个面团里面 把它整成一个厚厚的圆饼 然后包好保鲜膜 放进冰箱冷冻10分钟定型 同时这个单口呢 用来预热烤箱 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呢 把它切块 然后呢我会再用一些 可爱的小碱水面包装饰一下 就放入这个200度的烤箱中 烤15分钟 啪啪香又酥脆的胡萝卜司康就完成了 怎么样 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胡萝卜 我竟然分享了这么多食谱 可见我真的是一个胡萝卜爱好者 那这个沙地胡萝卜呢 它性价比也很不错 这样一箱5斤 只要29块9 比超市那些有机胡萝卜 水果胡萝卜都便宜 相信喜欢胡萝卜的朋友 会在吃第一口的时候就被它惊艳到 也希望不喜欢胡萝卜的朋友呢 抱着一颗好奇心来尝尝它吧 第二款要来分享呢就是即时米皮 它完全不需要水煮 只需要热水过一遍这个米皮 然后把它拌开了 再加上它酱料就能开吃了 第一次朋友推荐给我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收到之后完全没有在乎它 只要有一天我饿极了 然后随便拆礼包吃了之后 我都惊了 我有这个我都可以原地摆摊了 而且作为一款即时米皮啊 它也没有什么塑料感 这个米皮过一遍热水就会恢复饱满 Q弹有嚼劲 然后这个米皮的主要原料呢 就是大米粉和小麦粉混合制成的 它这个包装还增加了什么冲淡索鲜 所以它可以常温保存55天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就不占冰箱的地儿 它包装里面呢就是这样一包米皮 然后再加上醋包啊 辣油包 脱水的芝麻 葱花 然后麻将口味呢就会多一包麻将 你看这拌好的凉皮 你会不会就不自觉地跟着念口水 真的我觉得夏天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 凉皮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当然这种即时的东西 我都是推荐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加一些配菜让它变得更丰富 更营养 咱就来一把沙拉叶子 然后再加上点我之前分享过 特别提味的这个洋葱泡菜 中间再握上一个温泉蛋 然后用它这自带的那个芝麻葱花包点缀一下 再把所有酱料包都撒上 你说说这么一盘店里是不是得卖你五个块钱 哦 对了 最关键的让我惊艳的点 是这个米皮的性价比也非常让人吃惊 这样六包只要27块8 就平均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一顿特正宗的凉皮 然后你加上了你八糟配菜 我觉得一顿饭也不超过10块钱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然后再加上它不用水煮嘛 所以你把它就是装在便当盒里面出去 野餐啊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当成工作餐 它都是全部场景完全hold住 所以真的是非常万能让人惊艳的一个便宜的即时米皮 所以推荐大家不要错过 第三款要来推荐就是这个即时的牛肉丸 没错 就是我们吃火锅里面涮的那种扎实口感的牛肉丸 它这个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而且它牛肉选择了黄牛肉的后腿肉 所以它肉感十足Q弹程度 一点都不输那种煮熟了的 调味有黑胡椒和香辣味两种 它调味并不重 所以你还是能够吃到非常明显的肉香味 一袋这样的包装里面包含这样八颗独立的肉丸 常温保存撕开就能吃特别方便 我觉得最推荐大家作为随身携带的小补给 要用这种即时肉丸 在料理做成各种吃的 简直就是辜负了人家这个包装的用心嘛 那你去买生的好不好 那样可能性价比更高 这样一袋牛肉丸的价格它里面包含8颗是19.9 推荐所有喜欢吃牛肉丸或者是咸口小零食的朋友 都可以试试它 毕竟真牛吃完借不了 OK到这儿就是本期内容超级无敌丰富 饱满的网购美食家推荐 如果你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很对你胃口的话 那也欢迎你去回顾之前我分享的那些网购美食家 因为我觉得每一期都非常的精彩 那最后呢希望我今天分享这些好吃的或者是食谱 有出众你的味蕾 然后在你吃过或者试过之后呢 如果第一口也像我一样被惊艳到的呢 记得关注我 可以给我一键三连 这对我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